这节视频我们将会使用对类集来改进一下我们的程序框架 什么叫做对类集呢 你可以先看我们的在线文档 11.7这里讲得比较清楚 好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14个程序 先看看程序框架是怎样的 我事先画了这么一个图 你看 这个函数是红外遥控器的中断函数 它解析出按键值之后 会把那些按键值转换为游戏控制的键值 然后写入这个对类 我们来看看代码 找到红外接收 找到中断函数 你看 它解析出数据之后 根据键值 确定你到底是左移还是右移 你看键值和游戏 它们密切相关 这里面会涉及到什么 会涉及到业务相关的东西 它需要把键值 转换为游戏控制 好 这个代码它就不纯粹了 那以后我不玩游戏了 以后我写的是一个电视机的遥控程序 那怎么办 你这个代码就不能用 你还得去改 看到没有 我们硬件相关的驱动程序呢 不应该跟业务 不应该跟游戏 不应该跟电视这些业务密切相关 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好 再来看看这边 这边就比较纯粹一点 你看 我是旋转编码器的驱动程序 我会把我自己硬件相关的数据呢 写入这个对列 这些硬件相关的数据 怎么去控制游戏 怎么跟业务产生联系 由上面这个任务来实现 这样的话 以后你更换了业务 就比如说你做了电视机 你不再做游戏机了 这个代码还可以使用 你只需要去修改这个代码就可以了 我们建议 使用这种办法来处理硬件的输入 但是这种办法它就没有缺点了吗 还是有缺点 就比如说 我现在再增加一个设备 我要增加一个 MPU6050 这是个一个六轴 假设我写出了这个驱动程序 好 它也是去写一个自己的对列 然后呢 也会有一个MPU6050Task 它就读这个对列 解析出数据之后 来写入上面的这个平板对列里面 我们创建了一个验路 它平时呢 要去读这个硬件相关的对列 处理好数据之后 把转换好的数据 写入上面这层的 这个挡球板的对列里 好 问题就出现了 我有一个设备 就有一个验路 我有一个设备 你就有一个验路 你创建验路的时候 它是需要用到站的呀 会消耗很多内存 这种对于每个硬件 都单独创建一个验路 对于系统的资源 有极大的浪费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这么做 你看底下确实有 三个驱动程序 这三个驱动程序 就比如说 它们都是有中断驱动的 好 在中断车序里面 它会写自己的对列 把数据写入硬件相关的对列 对列一吧 对列二 对列三 好 你看 我们写的是硬件相关的数据 写的是硬件相关的数据 跟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在上面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任务 一个input task 这个任务干嘛呢 这个任务要去读 这些多个对列 它解析好数据之后 然后把它转换成 硬件相关的代码 就比如说转换成游戏的控制 然后它去写 写哪个对列 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 它就会去写 这个挡球板的对列 使用这种框架会比较好 你看 我不管你有多少个设备 我这里只有一个任务 我就不会很浪费系统资源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任务它怎样才能够及时的读到 对列一 对列二 对列三的数据 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使用轮循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使用对列极 我们先来看看轮循方式 假设这个函数 你是这样写的 任务就是这个函数 在里面你干嘛呢 一个死循环 然后你想去读对列 怎么读对列 我一个一个读 用什么函数来读呀 你看 假设你用这函数来读 我读对列一 读出对列一的数据 有数据就处理 没数据的话 又得去读对列二 咱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下面要去读对列二了 你来轮循 读了对列一之后 再读对列二 再读对列三 读对列一 然后如果有数据的话 就处理 读对列二 如果有数据的话 就处理 读对列三 如果有数据的话 就处理 好 问题来了 当我去读对列一的时候 我能够指定超时时间吗 不可以 这超时时间必须指定为零 因为假设 假设你读对列一的时候 没有数据 超时时间指定为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好 他没有数据 超时退出了 他才能够去读对列二 如果你在前面指定的超时时间的话 就会导致后面读对列二 读对列三 会被推迟 会被延迟 这个处理就不能够很及时 所以使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去读这些对列的时候 都不能够指定超时时间 这就使得这个任务 在不断地运行 它一直都没有主射 极大的浪费CPU资源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方法 他确实可以及时地读到 这三个对列的数据 但是效果并不好 我们要使用对列极 怎么使用对列极呢 对列极是什么呢 对列极其实也是一个对列 只不过对列极里面 放的那些元素 是对列的巨饼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假设 假设有 A B 两个对列 A对列呢 里面有 两个元素 B对列呢 里面有三个元素 这时候我要去创建一个对列极 这个对列极有什么 它有几个元素 2加3 有五个元素 1 2 3 4 好 然后 这个对列A 要跟对列极建立联系 对列B呢 要跟对列极建立联系 它会怎么做 我们的任务会怎么做 首先 咱们先来看看 第一步 你要去创建 对列A 创建对列B 第二 你要去创建对列极 第三 要建立联系 要把A 把B 加入 S 然后第四 你就可以去运行你的任务了 就比如说你的 input task 它里面怎么做呢 也是一个wile循环 wile 它里面干嘛呢 它首先是去读谁 它首先是读 率 读S 读S得到什么 它可以得到 巨饼 得到对列的巨饼 它为什么可以得到对列的巨饼呢 好 我们说 对列极本身 它也是个对列 那么谁来写的对列极呢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我写 对 列A的时候 你看 写对列A的时候 在那个写对列的函数里面 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会判断一下 这对列A 它是不是属于某一个对列极 如果属于的话 写对列A的时候 会顺便 顺便把 A的巨饼 写入 这个对列极 你看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往对列A里面 写入一个数字 写入一个data 然后 它会顺带的 把这个巨饼A 写入这里 把对列极A的巨饼 写入这个对列极 同样道理 以后 以后 你就写对列B的时候 你要去写对列B 在写对列的函数里面 它会帮你判断一下 发现你这个对列B 属于某一个对列极S 于是 你把数据 写入对列B的同时 会顺便的把对列B的巨饼 也写入这个对列极 好 你看 我每写一个对列A 我每写一个对列A 它都会帮你把这个巨饼 写入对列极 在这场景里面 我们写了一个数据 两个数据 三个数据 它就会导致这个对列极 被写入了一个巨饼 两个巨饼 三个巨饼 好了 我们一旦写了对列A 或者写了对列B 都会导致对列极S 被写入一个巨饼 那么这个时候 我去读这个对列极 不就可以马上得到一个巨饼吗 巨饼 等于 读对列极 好 我判断这个范围值 发现它不是空的 它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巨饼 下面 咱们就可以去读 读这个巨饼 得到数据 你看 我要先读巨饼 得到巨饼之后 我再根据这个巨饼 去读对列 就可以得到里面真正的数据了 这就是对列极的内部机制 使用这种办法 使用对列极的时候 我不管你有多少个对列 只要这些对列都属于这个对列极 我就去读这个对列极就可以了 这些下面的对列 它只要写了自己的数据 它必定会顺带的 把自己的巨饼写入对列极 我这边的页路呢 读这个对列极 马上就可以得到那个巨饼 再去读那个巨饼 马上就可以得到下面的数据 好 那么我们怎么去改进这个程序呢 上面的框图 我们再改一下 你看 有三个硬件 对列一 对列二 对列三 它们都会放入一个对列极里 会跟一个对列极挂钩 对列极 然后上面的页路呢 这一页路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 读 对列极 得到巨饼 得到巨饼 对列 巨饼 然后 读 巨饼 得到数据 第三 处理 处理 处理的时候 往上 写入 挡球板 的对列 你看 使用这种办法写出来的程序 在下面这一层 跟你的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并且我可以非常容易的添加其他硬件 我添加了一个硬件之后 这个驱动程序 写这个对列 并且呢 我会把这个对列 放入这个对列极 你要处理这个新增加的硬件的话 你就需要去修改这个input task 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这个新的设备 好 这就是我们使用对列极 去修改这个程序框架的思路 这节视频就先讲到这里 这节视频就先讲到这里